你好,下午的5点03分 2021年的1月4日 那么台北美食社长晚餐 今天是新的一年的开始 社长到了我家穿菜 照观念,我们教宝今天是5点半下班 有小夜班 所以我可以5点钟听完歌后 来这边买个穿菜 本来是想买自助餐 看看人生活的这么累 干什么,差不了几十块钱 我不如叫个鱼香露丝回家 因为刚刚大开年 你看这位是我们越南妹 越南妹在这边做服务真的很好 越南越南 然后这个是我家穿菜 在西门町的我家穿菜 你看 他菜的煮的是又便宜又好吃 社长最近都是在那边买他的菜吃 其实社长那边吃了好几十年 这边每一家都吃过 最早在中餐,新紫园,前园 每一家都吃过了 每一家吃过 今天是跑到 我家穿菜是比较便宜的 他们煮的菜又好吃又便宜 但我就跑到这边来吃了 那要跑到江浙菜馆的话 那告诉你一道菜都180 随便点个菜,点个饭 加200以上 我这边只要150 差了50块,50块我可以买好多饮料吃 我何必要浪费这50块呢 而且他的菜又好吃 拿回去都还热乎乎乎的 老板娘都还不错 还有辣椒赠送,今天没有辣椒 好,这就是台北美食社长晚餐 等我再给各位看看 他炒的鱼香肉丝 鱼香肉丝 今天我们会员请特别注意 今天排汁就是两只 往后也都是两只 社长以后没有点子的话 就不再收出收鼠疫了 那有时候再不好就是用一只 全车就是这样 那没有一只不是我的拿手本领 两只中一只是我拿手本领 他每个礼拜固定一定中两三次了 好,祝福大家都平安 祝福大家都能中家